醬油裡面該要有什麼成分呢 醬油裡面該要有我手上拿的黃豆的成分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點 如果不是這些黃豆變成比較次等的 叫做豆渣 豆渣就是我另外手上右手拿的這個 那如果變豆渣至少它還是黃豆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說連豆渣都沒有 那這醬油不叫做黃豆醬油 那該叫什麼呢 來大家看一下 剛剛我跟陳博士呢 我們做的這個實驗 才剛剛進個廣告結束 你可以注意到 我現在不搖晃它 你就可以看到已經開始出現了 沉澱的東西已經沉下去了 現在表面上面的醬油已經開始浮現出來了 擺了三天之後呢 它會完全的進化 這就是所謂的鹽酸醬油了 可是鹽酸醬油多麼的恐怖呢 你想到沒 這鹽酸醬油是要吃到我們肚子裡面的 因為呢 許多外面在賣的醬油 看到沒有 這麼大桶 全部都是鹽酸醬油耶 但是 我剛剛提到一點 如果裡面連黃豆都沒有 陳博士啊 黃豆都沒有的話 那我們在這些醬油裡面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有幾種 一種完全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只有鹽巴 那個焦糖黑色素跟香料 就調出一罐一罐黑黑的 不過呢 這個不能夠躲過儀器的檢測 儀器要檢測所謂胺基酸 你說只有鹽巴的話 那就躲不過儀器檢測 因為沒有胺基酸的成分 沒有胺基酸不成分 所以儀器一檢測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有國家標準 因為胺基酸太淡了 所以過不了關 但是呢 倒高一尺磨高於臟 好 胺基酸要怎麼出現 出現了 各位看到 鳥芒醬油 等一下 鳥芒裡面怎麼 各位知道 羽毛 這個羽毛就是胺基酸的組成 什麼啊 用這個羽毛 鳥毛 它用強酸 一樣的用鹽酸 你說我把鳥毛放進去當醬油 對 就一樣 剛剛跟這個豆渣的方式一樣 強酸把它溶解之後 裡面就是胺基酸了 儀器檢驗都檢驗不出來 那你意思說我連豆渣都不用放了 就不用放 全部是這個羽毛 鳥毛 那可以擺明這個醬油 根本就是一個鹽酸醬油嘛 對 所以它裡面有胺基酸 所以在一樣在酸鹼中和 再加醬色 就剛剛焦糖黑色素了 再加點香料 鋼胃劑就出來 鳥毛這樣 那這樣子很簡單 鳥毛只要從養雞腸裡面 就可以取得了 是 所以它成本很低 養雞腸裡面記載了以後 都是鳥毛啊 所以它用這個胺基酸的方式 來做水解 所以這個儀器醃不出來 所以到底有沒有 醃不出來 醃不出來 因為裡面醃 胺基酸含量很高 是不是這麼恐怖 對 說不定還是假等醬油 因為胺基酸含量非常高 胺基酸很高 可以變假等醬油 只要裡面加的鳥毛夠多 夠多 所以接著我們剛剛提到 豆沙醬油是這樣做的 不過還有一種很恐怖的 什麼東西 頭髮醬油 你說人的頭髮 人的頭髮 不會吧 它也不用成本 直接在理容院裡面掃一掃 稍微清洗一下 馬上水解 因為頭髮的組成還是胺基酸 而且胺基酸成分非常高 非常豐富 你這樣講完 我連話都講不出來 醬油裡面是用頭髮來做成的 對 太不可思議了吧 所以鳥毛醬油 因為鳥毛醬油做的顏色 還沒有頭髮醬油做的顏色漂亮 你意思說鳥毛的顏色比較偏白 但頭髮醬油是黑的 黑的 所以琥珀色出來顏色更好看 因為頭髮有所謂的麥拿琳黑色素 所以顏色更漂亮 那你意思說我還需要加醬色嗎 就不需要加了 連醬色都不需要加了 就不需要加 裡面醃胺基酸含量非常高 所以又出來了頭髮醬油 它做法也是要一樣用鹽酸 腔酸去把它水解了幾天 那麼酸鹼中和之後 再調一個香味甘味劑 加點鹽巴就出來了 怎麼這樣子就變醬油了 對 所以這個也很 事實上恐怖的醬油 就是鳥毛醬油 羽毛醬油 還有頭髮醬油 比這個豆沙醬油更可怕 那市面上有沒有呢 因為如果只有儀器的檢驗是不出來的 看不出來的 要去調查查查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說 儀器檢驗是驗不出來 只能用調查的方式去查出來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沒有人去爆料 沒有人去講 而這些醬油 就像我手上現在拿的這一桶一樣 就可能我們繼續在外面賣 裡面可能是鳥毛醬油 可能甚至是頭髮醬油 我們一樣吃得很開心嗎 對 就可能驗不出來 因為騙過儀器了 驗不出來 對 就類似之前 不是那個山路奶粉嗎 那個牛奶 那奶粉裡面有蛋白質 蛋白質很低很低 它加了三聚氰胺 儀器一片 騙過 騙過儀器了 因為含氮量很高 以為還是優良的蛋白質 優良的奶粉 那我們觀眾朋友 要這個地方會很納悶 我教各位幾招來看一下 稍微檢驗一下 我們家裡的醬油 第一個顏色 如果通常是純釀的醬油 好的醬油 要顏色比較淡 琥珀色的 琥珀色的 不是深黑色的 如果深黑色的 大家注意 這個顏色可以區別 琥珀色跟深黑色 兩個顏色不一樣 因為如果深黑色的大部分 是加了所謂的焦糖黑色 所以你說畫面色上面 畫面裡面出現的比較淺的 是琥珀色的這個 就是純釀醬油 但是如果說畫面裡面 我們現在看畫面上面 可以看到 顏色是比較深的話 那化學醬油 因為需要用調色 來顏色調出來 那就是我手上現在抓這兩個 對 顏色不一樣 另外呢 要聞味道 因為味道呢 純釀的醬油 它有豆的香味 淡淡的大豆的香味 那麼如果是化學醬油 剛剛 鍾伯跟乾哥也聞到了 一股嗆鼻的刺激味道 所以它比較香刺辣 這個味道不一樣 不一樣 不要刺辣 所以它要加一些所謂的香精 去壓它的味道 那麼口感也比較刺激 所以要加一些乾味劑 去調味 所以這兩個有差別的 那麼 另外看泡沫 如果一些化學醬油 它泡沫比較粗 那麼泡沫很快就消掉了 如果純釀的 因為純釀的這個豆子 發酵了六個月之後 也就是說像這罐一樣 對 我搖搖搖搖搖 泡沫細 而且削得比較慢 削得很慢 上面都積了很多泡沫 底下的泡沫是慢慢慢慢 在上來的 而且很細 如果是這種化學醬油 大概它的泡沫比較粗 那你說像這罐的話 對 削得比較快 泡沫比較粗 可以 泡沫很大 很大 這個塑膠瓶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隨便搖一下 對 都是大泡沫 那這罐一定是化學醬油 應該是 因為純釀醬油不可能量那麼大 所以說如果在網路上 告訴你說 我的純釀醬油 哇 多少多少幾噸 那不可能 因為純釀醬油 要很大的場地 而且 工廠一定要非常大才行 對 而且它曝曬在陽光底下也不行 它一定要溫度濕度的控制 不然很容易失敗啊 所以說 一樣大量製造的這個純釀醬油 很不容易的 如果有的話 也是很少很少的這個 專門的人才可以做得出來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純釀醬油 你到賣場去 你到一些超市去看看 都是講的純釀醬油 你覺得它是真的純釀醬油嗎 剛剛 陳博士已經告訴大家 最容易的辨別方式了 可是呢 我們現在外面買的這麼便宜的 大桶醬油 一大桶的這種醬油裡面 居然很多都是屬於鹽酸醬油耶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原來我們石這麼真的不安全啊 但是 說到現在大桶的公司出的嚴重的問題之下 許多的網友就開始找一些相關的東西了 發現了一個非常妙的玄機 這個玄機就在於一個撒旦的數字6 而這個6 為什麼跟大桶有絕對的關聯性呢 你剛剛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叫做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就是說當營間有一些亂事要發生 代表他一定會有一些徵兆的 而這個就是妖孽的徵兆 撒旦當初有個恐怖的數字叫6 對 撒旦的恐怖數字 撒旦代表的是惡魔 是 結果啊 就這麼巧 我在高正麗他整個大桶 這個整個事件當中 就找到了好多的6 6 都是撒旦的惡魔數字 都是有6跟關聯嗎 難不成這背後的這個所謂的一個缺德鬼 就是個惡魔嗎 是不是他就是惡魔呢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解讀 要告來告我沒關係 來 我先講 大桶他民國66年成立 兩個6 至今已經有36年的歷史 一個6 再來他的地址位在彰化縣西鄉張濱東七路6號 他的公司統編我都調查來了 03021加起來又是6 等一下 這幾個數字加起來等於6喔 對 這不是統編 對不起 是認證的編號 再來呢 這一次的事件 它的爆發點是在2013年10月的16號 然後呢 大桶橄欖油甲油事件爆發之後的第6天 檢察官一共是6位 然後我們兵分6入 查扣大桶旗下相關產品66樣 全部都是6耶 再來現在丟臉丟到國外去了 大桶有6成 昨天幹新聞觀眾朋友應該有印象嘛 的編子油銷往26國 當然也包含馬來西亞 我聽到這邊 我整個毛骨悚然耶 是 還真的是國之家王必有妖孽耶 還沒 還沒啊 結果檢察官最近不是又查扣了這個 卑鄙小人的一些帳號 車子房子土地嗎 對啊 都是6 來 一家6口 他有6個車子百萬名車嘛 還有6間房子 然後呢 他的帳戶這裡頭呢 他的排角7億長的帳戶有16個居多 再來 他這七八年來賺的黑心錢 檢方出故事6億多 怎麼都跟6有關啊 撒旦 我跟各位講一下 撒旦呢 他就是個惡魔 那他呢 他為了要能夠寄居他惡魔的力量 他在每一個世紀 畫面中你看到真可怕 他還真的就是要跟上帝作對 對不對 好啦 那上帝有天使嘛 那撒旦就有很多的惡魔的這些 我們講鬼斧神差嘛 你看這是電影中的畫面 你曉得嗎 每一個世紀的第6年的第6個月 的第6天 魔鬼的能量就會像影片中 你所看到的大量爆發 然後引發世紀末日到來 我馬上就開雙框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所謂撒旦惡魔跟缺德鬼 他們兩個異曲同工之妙之處 剛剛講到寄居了很多的6 就是寄居了很多惡魔的能量 再來 你知道在撒旦教的教義裡頭 他們很多都只想到自己 很自私 很自立 左邊電影中看到的 Air Pacino所飾演的撒旦 他就是一個自私自立的摳門鬼 再來還有一個 就是撒旦教裡頭常常會把活人 拿來獻祭給撒旦對吧 對 活人獻祭就是不顧你我的生命 讓你絕子絕生 絕精子絕卵子 還讓你吃的有心血管疾病 把棉花裡頭的什麼 殺蟲進農藥通通倒給你吃 那是不是 等於就是把你當成活人獻祭 獻到哪去 獻到撒旦的口袋裡 麥可麥可啊 各位知道 這些我提出來的魔鬼數字 66666好多6 就是因為讓觀眾朋友知道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啊 妖孽的出現通常是在一個亂世的時候 而台灣現在是亂世嗎 並不是喔 可是為什麼我們的食品安全一直出問題呢 撒旦是否真的降臨在我們台灣的上空了呢 休息一下來揭秘